同樣吸引人的還有被稱為夢幻科技的波音七八七 年初呢 因為發生多起電池起火事件遭到停飛 四月份再度赴航 全日空江旗下的七八七投入松山與田航線營運 今天首度降落在台北松山機場 引發了不少航空民真相追逐 飛過圓山飯店 跨過台北天空 波音七八七來了 為了七八七首航松山機場灑水迎接 中午抵達的班機 不少航空迷從早上就在機場周邊守候 很難得可以在第一次在這邊看到七八七 就覺得很 一定要熱血一下 海灣民航室的大師 我們參與的歷史 引起矚目的波音七八七 也被稱為夢幻客機 號稱有環保機艙 維持旅客舒適的溫濕度 也首創採用鋰電池以及複合材質機身 以前我們都是用金屬製作這個飛機的主體 那現在用複合材料的話 就可以使那個機體比較輕 那機體比較輕的話 它就會比較就是省油 因為各種創新設計 波音七八七在全球的訂單超過800架 不過年初各地接連發生電池起火 不明冒煙事件 遭到美國聯邦航空總署下令停飛 改良電池之後四月份才又負航 而為了迎接這全新的機種 松山機場也不敢大意 針對我們的消防人員 我們也進行相關的訓練 讓他們瞭解整個航機的結構 那可以在第一時間就可以充分地進行救援跟應變 松山機場表示美方同意富航 代表波音七八七的安全已經沒有疑慮 而六月起全日空將七八七投入松山雨田航線 每天在台北的天空都可以看到夢幻客機的身影 記者林正午郭俊玲 沈志明台北報導 飛到 飛到 谢谢观看